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11月3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 我是BOSS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QFI与社保吊仓的背后到底在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问题 当然,这些隐藏的问题也顺便揭示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硬伤 正如每次节目中我对中国经济的浅见一样 这一次我们从外资的吊仓路线图 看中国经济的衰退背后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值得玩味 现在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的三级报都已经公布了 外资QFI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国内社保基金的持仓情况 也慢慢浮出水面 这些数据一揭示中国的经济火药味又来了 你想想在一个经济下吸压力空前增大的环境里 QFI选股的变动能给我们什么讯号 社保基金这个国家资金背后的吊仓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不要简单的翻页过去而是要翻开来看 首先回到这个报告里提到的核心数据 三季度的QFI核社保资金的持仓都浮现了三个热词 制造业升级 医药生物 国企改革 大家注意 这可不是外资盲目来赌市场反弹 或者靠政治趋势喝汤 这被厚葬的正是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视角 自打中国缩紧地缘政治依赖以来 尤其受到美国制裁和供应链断裂风险的影响 中国的制造业日子真不好过 什么工业4.0新基建的口号一年喊得比一年响 可是实际上创新能力跟不上 核心技术短缺的老问题依然无解 这里我们来看看 QFI在三季度投资方向上 把钱很明智地加仓在了一些底部反弹 或者所谓的专精特新企业 比如协和电子 天元智能这类的公司 这也是因为随着中国国内经济 想方设法拉动制造业 这些企业有政策诉求 有技术升级场景 是少数可能在经济寒冬里 找到一口喘息机会的小公司 我们来谈点真实的经济数据吧 中国的制造业增速一直在下降 2024年虽然官方数据依然爆得高响量 但内部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 早已多月跌破龙枯限 一边说着发展高端制造 另一边我们产业链的高端化部分 却未见起色 工业品价格下降 工厂订单减少 制造业利润在急剧压缩 你能指望外资直枪投资于 一个充满风险的制造业市场吗 所以我们见到的外资投资升级转型企业 是更像向已经跌倒 在谷底的唯一机会云集 不过问题是 这些转型升级真能撑起中国 整体经济的翻盘吗 BOSS看来恐怕是天方夜谭 再来是医药生物 无论是QFI还是社保基金 似乎都对医药板快景有独钟 58家医药公司 进入社保和QFI的职仓名单 怎么看 这一块貌似是未来的潜力 在我们想象人口老龄化 健康中国这些大背景下 医药行业潜力似乎应该无限大 但事实是什么 2023年疫情后一效应 直接拖累医药行业 行业增速急剧下滑 甚至连肤盖面最广的疫苗市场 都出现了明显的饱和 你或许可以说 老龄化消费增长是长期趋势 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大局 而且不少这些医药龙头企业 是真的实力过瘾的 什么千金药业还是普门科技 事实上都是行业中中流砥柱 然而行业中普遍面对的 还有另一些关键问题 比如医保空费和国内竞争院 内采购压力 让不少企业利润率大跌 我们有更多中国本土医药企业 在近期年载陈载服 表面看似崩光 背后则水深火热 当然外资也不是觉得 随便买个医药公司就能赚钱 实际情况还要看业绩数据 比如我们看到的葵花药业 之前公布的业绩增长 确实可观 所以才让这些基金疯狂抢入 但从行业整体来说 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无论是资金政策 还是市场需求分配的不确定性 仍对医药企业杠杆很大 尤其在未来今年的预测指标里 我们很难看到 中国的医药行业 走向一个真正高品质增长路径 再来说说国企改革 大家心中都有个大疑问 这些被资本热捧的央企 地方国企 真的已经怀燃一新吗 国企改革的红利 真的会拉得动中国经济吗 首先 中国的改革故事 我们真的是听了一大框了 每次都以响亮的口号 推动一些政策 资金一波进场 但最终实质性的系统改革呢 国企要的不是效率而是政治 看四川长红 中裁国际这类公司 外资明显在靠重组 和竞争环境改善赚一些甜头 但更多的则还是国企地位使然 这些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政策保护 让他们表面好一点 就上升成榜上有名 国企改革也并非什么新鲜事 国内外资本进场虎视眈眈的 等着一分红利 但最终结果如何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千人抢食 国企资本结构混改了 盈利提升了 但是真正让这个国家经济 走得长远的市场基础呢 不存在的 今年来国企改革的最大利好 还是那句老话 肥水不流外人田 内部运作越来越政治化 公司治理越来越形式化 在这种环境中 即使有一两个外资赚到钱 那也只是捡拉机式的投资机会 我们接着来谈一个关键点 外资买股热度的提升 尤其是2024年 外资投行摩根士丹利 瑞银 大手笔增持中国股票 这能作为中国经济回暖的指标吗 外资机构高盛看多我们的股市 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振奋人心 BOSS告诉你 这只能说明这些外资 看得比国内资本更透 魏石魔 当然是因为便宜到不买白不买 中国经济的底部 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谷底 让外资觉得 是个反向操作的好时机 但这杰族先登并 不是说他们看到了 中国宏观经济的优势 而更多是基于 短期资本利润风险的 机会主义行为 根据最近的数据 2024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危险逼近保五边缘 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内需乏力 即使是用来宽松的货币政策 也已经疲于应对 层出不穷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 外资加仓A股 并不代表他们认为 中国经济正在复苏 而更多是从短期逐利角度来看 现在物美价廉的部分个股 换句话说 外资犹如一群投机高手 在合适的价位下注 而不是在评价中国的 长期经济前景 我们通过数据 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点 中国前三季度的 GDP增速预期 已经从年初的5.5% 下调到了5% 制造业增速 从疫情后的反弹 逐渐回落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增速 放缓的背景下 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 无法再依赖国际需求回血 加之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疲软 地方债务危机高涨 整体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愈发突出 这一波外资加仓 实质上更多的是一种超低行为 对应的只是短期的盈利需求 而不是对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 接着 我们看看 社保与养老基金的动向 他们的持仓配置 正好揭示了 另一个关键信号 稳中待现 社保与养老基金 本质上是长期资金 他们的投资偏好 与外资有所不同 更多倾向于稳定 稳健的回报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看到 他们大举布局医药生物行业 似乎是在压 驻长期趋势下的 中国老龄化时代 与医疗医药的需求增长 但是 就像BOSS之前分析过的 中国医药行业 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 一帆风顺 医改之风 再一次席选整个行业 尤其在医保控费 集中采购政策的压力下 很多企业的成长空间 被严苛的政策压缩 即便是再有潜力的企业 也不得不面对 这个行业的严酷现实 社保资金 进入这么多医药生物公司 看似是在 把稳增长的筹码 直接压住于刚需市场 比如千金药业 有药集团 葵花药业等 这些企业 要么与基本医疗挂钩 要么跟老龄化社会 有深度关联 从长期来看 医药行业 的确是符合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需求端的潜在市场足够大 但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长期投资能否最终成功 依赖的不仅是市场需求 而是行业本身 能否拉动有效增长 尤其是近年来 中国医药行业内部 充满了不平衡 与结构性问题 新药研发的投入不够 创新型药物竞争力弱 加上放置药扎堆 导致行业整体利润率并不高 而政策端还层层打压 医保控费 直接挤压企业毛利空间 集中采购 导致药价下跌 即使社保加算了一些 顶级医药公司 如国药一致 有药集团 国药控股等龙头股 但实际上 这些企业 也不得不面对 快速变化的市场 在老龄化驱动的 健康需求背景下 医药行业确实可能成为 未来经济的重要行业 但目前的政策 与市场顽疾未解 并不能保障 他们的良性增长 接下来的重点是 大家最关心的 制造业升级话题 这关系到 中国经济未来出路 正如高盛 摩根士丹利等 外资机构 所看好制造业的 转型升级机会 他们的加仓行动 也反映了国际资本 对某些中国制造企业的兴趣 在文章开头讲的传媒 龙头股份等 被外资追逐的公司 实际上很多都处于 技术与产业链的边缘 缺少对全球市场的 真正话语权 虽然不少企业 具备一定的专精特新特征 但这些特殊企业的 创新能力 能否持续发挥还未知 比如说 韦石电子 协和电子等公司 被高度集中增值 确实说明 外资看好其低位成长性 但他们的核心技术 能否在全球供应链中 占据主导 我们看到 近年来 由芯片短缺 出口管制等因素 直接导致中国高端制造业 走入了卡脖子窘境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固然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但优质企业数量有限 国产高端制造能力 常年依赖的核心技术 根本无法掌握 即使数万亿资金 砸进工业4.0 也难以在短期内 看到有效出口量的提升 而这也正是 外资投向这些 制造企业的深层原因 他们抢的是眼下的 估值低位机会 而并不是为中国制造的 未来给出信任票 那么中国的制造业 要怎么办 说实话 依靠外资投资 来刺激制造业升级 根本不足以支撑 整个经济的长期增长 尤其是在当前 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 2024年 中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增速 依然极低 而内需不足 也是中国当前 经济最大的痛点之一 制造业最终 还是要服务于内需市场 而不是简单的依赖出口 或是外资乐观的短期注资 这一点 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和德国 都曾出现过经济发展 被过度依赖 制造业出口的情况 但最终 他们通过内部消费市场的驱动 真正成功走向经济腾飞 然而 中国的消费市场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即收入增长缓慢 消费欲望逐渐消退 国内消费力不足 直接导致了工业品积压 制造库存不断增加 而制造企业的利润日趋下降 QFI选择转型升级企业 无疑是明智行动 但整个行业能否真正实现转型 却是靠市场内需的顽强复苏 而不是一两个季度的外资注资 能解决的问题 最后 回头看看整体的中国经济结构 外资的不断加仓和社保吊仓 似乎给中国市场 带来了一些表面的积极信号 但这些外资和社保的资金流向 真正揭示的是 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 结构性失衡与隐患 股市的资本运作 不能替代根本性的内部动力 我们看到的制造业升温 医药行业复苏都是冰山一角 真实的经济问题 还在地底下沉睡着 随时可能爆发 2024年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发严重 房地产行业一片萧条 以及就业问题的持续困扰 这些核心问题 正在直接拖满中国的 整体经济复苏步伐 定向政策刺激和资本市场 表现的短期回暖 并不能掩盖经济的实质下沉 而外资的加仓 只能代表某些领域的暂时反弹 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无关 中国庞大的债务和金融风险 仍在积压 早晚会成为需要处理的定时炸弹 当前 从最新数据显示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规模 已超百万亿人民币 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数次救市后 依然无力回天 这些国际民生的关键领域 不仅没有显著恢复 反而在政策的逐步脱底中 被过度救助 带动的仅仅是一波短期反弹 一如外资抄底一样 资本市场的游戏 远远不能代表整体经济的健康 从QFI和社保吊仓的路线图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在多条战线上疲于应对的中国 某些细分行业 可能因外资的介入 在资本市场中显得生机勃勃 比如制造业升级 医药生物的抄底机会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 整个经济结构 长期依赖外部投资与政策刺激 内需不足 债务问题严重 这种局面 并不是一两个季度的股市反弹 能够拯救的 总结来说 今天这个话题让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经济正处在 宏观结构性困局中 外资的调仓路线图 揭示的仅仅是某些表面繁华 而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 是那些深藏在宏观经济体系中的 真实风险 聊到这里 屏幕前的大家是如何看待 QFI与社保吊仓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e 下期节目再见